马次主教练格雷格·波波维奇 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会尝试在他的比赛中,增加一些新的东西,但我不会像当年对艾德那样,直接就想去改变他。 波波维奇计划让德罗赛打出自己的风格,并纬绕着德罗赛调整马次的体系。 当被位及德罗赛的投篮是否会因为马次的进攻体系而变得更加容易时? 他打句道,我不知道你为啥这样说,因为我们没进攻只有防守的,我们不会传球啥的,我忘记跟他们说这件事了,你们得去跟他们说一下,谈及球队的目标。 波波维奇说道,当季后赛快来临时,我们想要成为我们能够成为个最好的球队,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 此外,波波维奇也首次公开,谈倒了自己妻子Erin的历史,波波感谢了圣安东尼奥,所有支持他的马次球迷。 联盟中的教练和球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到了我,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电话留言,我难以去描述,那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援助,甚至由我们根本不了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请了信寄给我们,当然,圣安东尼奥的人们,一直非常难以置信,都送来了关怀,非常非常感激,那对我帮助圣大,波波维奇说道,我要感谢所有掌声的慷慨和友善的人。 波波维奇表示,爱人的离世让他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去看待篮球,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每一次我都是认真的,这只是一项运动, 这是我们挣钱的方式,但当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所存在的短暂时间时,才应该是我们的优先表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波波维奇说道,之后,波波维奇承认了球队将会在新赛季面对很多挑战,他表示,考虑到玛武基诺比利在场下场上带去的东西,他的离开尤其令人难受, 但波波维奇也看到了球队的一些光明之处,新秀浪迷沃克让他想起了几诺比利,沃克和波波维奇吃了好几顿晚餐,波波维奇还挺享受的,很不错的。 波波维奇说道,我总是很享受,我总是很享受看着他们吃一些他们这辈子都没吃过的东西。 他表示,沃克喜欢袍根问底,谈及的张泰莫里,波波维奇说道,他准备好了迎面挑战,他真的想要变得出色,他真的想要变成托尼帕克之前的角色。 波波维奇说道,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做到的。 波波维奇称赞了莫里的身体素质,并表示,我们会让他去跑起来,其他的球员也得跑起来,因为他会跑起来。 波波维奇说道,如果他们想要拿到球,他们必须跟上他的脚步,谈及及诺比利的离开。 波波维奇说道,当你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很多理由去依赖一个人时,失去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表现,还有他对人的理解,他对于球队每个人的好奇心,对世界万物的好奇心,政治,宗教,无论是什么,它都是你的聊天伙伴,我们在巴士上聊天,在飞机上聊天,你知道,这些都不再会有了。 谈及在一个没有蒂姆邓肯,吉诺比利,帕克和科怀伦纳德的赛季之教,波波维奇说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名人忧郁,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待了太长时间了。 但与此同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看到很多新面孔会让这个赛季变得更加有趣。